朋友你好 欢迎来到为你读诗 我是彭观音 在青山绿水之间 我想牵着你的手 走过这座桥 桥上是绿叶红花 桥下是流水人家 桥的那头是青丝 桥的这头是白发 沈从文先生的情话 或许你很早就有耳闻 那些真挚而滚烫的文字 总会令人为之动容 今晚我想与你分享一首 沈从文先生发表于 1928年的诗歌作品 颂 说是总有那么一天 你的身体 成了我极数的地方 那转弯墨角 那小幅平纲 一草一木 我全都知道清清楚楚 虽在黑暗里 我也不至于迷途 如今 这一天居然来了 我嗅惯着了你身上的香味 如同吃惯了樱桃的竹雀 变得出樱桃香味 樱桃与桑胜 以及地梅味道的不同 虽然这竹雀并不曾吃过 桑胜与地梅也明白的 你是一株柳 有风时是动 无风时是动 但在大风摇你 汗你一针过后 你再也不能动了 我思量永远是风 是你的风